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柯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柯师傅也是早睡早起的嘛 对不对 而且我观察你的脸书 你每天早餐都吃得很丰盛 而且是高淀粉 高糖質 高油脂 然后他每天都会记录 他自己吃什么早餐 然后都会PO出来 而且还会凉血压 凉血压是给主治医师看的 因为我真的吃了59年的早餐 我如果断食的话 我应该会很受不了 所以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比较健康的 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淀粉 我们用蛋白质来取代淀粉的一个 断食之间或者是你在减肥之间 今天我用的是干湿 那这个干湿你如果不方便买的话 其实你用豆干来切湿 或者用豆腐也可以 就是一个优质的植物性蛋白 那我现在先放到这个 因为干湿 这个干湿长得很像面条 对对对 我就把它当成意大利面 因为它是特别细的 对对对对 其实你在素食店或卖豆腐的店都会有买得到 那我就是用高汤让它煮一点入味 因为干湿你买回来冲洗完以后 它是没有味道的 对 所以我们先稍微煮一下 用高汤来煮一下 那另外这边我用苦茶油 就是比较好的油脂 这苦茶油来开始加热 那我们苦茶油里面开始来做什么 就是跟意大利面类似的方式 我们先把这个洋葱来炒 好 我们用干湿替代面条 对 那师傅今天要做虾仁干湿面 对对对 现在拌炒洋葱 对我们洋葱 那今天如果你用橄榄油也可以 就是比较好的油脂 那因为我家里面习惯就是用苦茶油 所以我用苦茶油来做 其实苦茶油比橄榄油贵很多很多 然后我们稍微把它爆香了以后 加上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先进去 就是红萝卜 然后先把这个脂溶性维生素的蔬菜 先加进来 好 红萝卜一样切丝让它拌炒 对对对 然后加上一些木耳 就是增加一些纤维还有饱足感 所以其实这个吃起来可以很饱 这个东西吃起来可以很饱 而且它又是很健康 比较没有负担 然后再来一个动物性的蛋白质 就是我用虾仁 我用虾仁来取代其他的 这个虾仁有腌尺吗 没有 完全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 原味这样子 去壳去腸泥 这边唯一有咸味的东西 就是这个鸡汤 那其他都没有任何调味料 我们先把它炒一炒 让它熟 等一下呢 我再把这个煮过的干丝 捞过来跟它一起炒 同时间食物这里也焖好了 你看我们家人都熟了 然后这些蔬菜的香味都出来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 用鸡汤来烫好入味的这个干丝 把它放进来 然后呢我们也会加一些 像这个是绿花椰菜 我把它切得比较细碎一点 就好像假装它是一个轻酱的意思 我们再把它加进来 再把它加进来 然后呢 这个花椰是汆烫过的吗 汆烫过 你要汆烫过它才能一直保持这个翠绿 那我们加上一点盐 我们把它加上一点盐 然后呢 加上胡椒粉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那这样就可以来 就像义大利面一样 让它所有的食材融合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是 就是你如果说刚刚需要有一点水分的话 我们可以从鸡汤里面加一点进来 然后把它全部这样拌均匀 那这样就可以当成 是一道一个豆干丝的面来吃 就是比较健康 比较营养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口感上 吃的感觉真的可以完全取代你的面食 那我们知道面食大部分人 其实都是还好 可是糖尿病病人 面食都是它的一个大敌人 可是有些人都动脚面食 你知道吗 因为他家里是北方人 他不是面食他怎么办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取代物 那你看家大里面的 包括海鲜 包括蔬菜 事实上没有一个会增加血糖 那食物的种类跟血糖的影响 其实是差很多哦 你可以看你好好的吃 即使你吃骨类 全骨类 你吃完太子化物肉 你血糖还是会上去